有好的政務的人才能協助好的政策推動 青年應該還是最關心所謂的青年議題 所謂就業問題跟經濟問題 因為畢竟青年從學生時代跳到職場時代之後 最注重的就是自身的經濟能不能好一點 能不能得到好的工作 過去八年可能馬政府在用人或在財經的角色上面 可能是有點偏離民意 而且並沒有讓太多青年人滿意 才會造成很多所謂的學運 各種社會運動產生 這次蔡英文總統當選之後 她是希望有一個更能夠貼近民意的政府 目前看起來還是有達到算是青年人的期待 只是後續市政怎麼做 我們還是要就是我們還是持續觀察 政府就是應該要去了解說 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而不是說將自己想要的政策 一意孤行地實行 人才有辦法去領導大家去推動這個政策 雖然大部分的政策其實都是背後的智庫 或是一些教授學者所寫的 但是這些人才有辦法 如果有辦法去領導整個團隊去運作這個政策的話 在政策運作方面上會有更好的績效 我現在目前對他們是保持著信心 就是先不要先在一開始就否定他們的作為 然後在我們可以在以後就是慢慢監督 他們是否有提供出更好的政策 然後在政策實行上面是否有良好的作為 那政策實行之後 他們有沒有進行良好的評估 評估說這政策有沒有有效 能不能繼續使用 政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像是剛剛提到的部分是青年議題 或是所謂的就業議題 跟整個世界經濟大環境的問題 都是未來政府要面對的 而且我們也希望看到說 蔡英文新政府可以多對這個方面有所琢磨 過往今天都是有點就是所謂脫離民意太遠這個問題 而我相信這次蔡英文 有這個馬英九政府八年的前車之間 這一次他們應該是會做得會好很多 暫時有這種不同的時間